专注电影解说,谈论不同电影剧情,欢迎大家收看本期静静同学看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女孩捡到一块磨石,从此变成石头公主 而且流下的眼泪都变成了钻石的故事 大师之书 在广袤的森林里,老巫婆有一个单纯美丽的女儿翠花 这一天,翠花被一块磨石吸引,被降下了诅咒,变成了石头公主 翠花伤心的流泪,流出的泪水变成了钻石 因为诅咒,翠花被囚禁在石塔里备受折磨 翠花在石塔里待了一千年,内心只有恶毒的仇恨想要发泄 她将石头变成石头军队,并且让这些军队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时间再一次过去了一千年,翠花不停地寻找能复活魔石的传奇石匠 只要复活了魔石,翠花就能够率领石头军队统治世界 从魔境中,翠花得知传奇石匠已经诞生在千里之外的王国内 这个年轻人就叫狗蛋 狗蛋从小就对石头感兴趣,一直喜欢钻研这些东西 很快,石头军队就抓走了狗蛋,并将狗蛋带到了老巫婆家里关了起来 晚上,石头公主的女儿大漂亮出现 心地善良,想要放走狗蛋 但是狗蛋却对大漂亮产生了好奇 在大漂亮的指引下,狗蛋进入了石塔内部 大漂亮听闻狗蛋的遭遇,掏出了一本大师之书就要送给狗蛋 还说这本大师之书里面全是以往石匠大师的心血 只要狗蛋好好地钻研,那肯定会成为传奇石匠 狗蛋回到家之后,开始不眠不休地钻研书籍 几个月后,狗蛋终于钻研完书籍,去石塔寻找大漂亮 大漂亮在狗蛋走后也是对狗蛋念念不忘 此时魔镜告诉大漂亮,她根本就不是石头公主的女儿 大漂亮只是翠花从外面捡来的一个普通女孩 大漂亮高兴坏了,这就说明自己可以和狗蛋相恋了 两人在石塔相见,狗蛋也见到了神奇的魔石 正当两人争执不下的时候,感应到传奇石匠的翠花出现 翠花用大漂亮的性命威胁狗蛋复活魔石 狗蛋在熬了几个通宵之后终于复活了魔石 翠花听闻立马抢走了魔石 但是无论翠花怎么用法力,都开启不了魔石的魔力 翠花决定用大漂亮的灵魂开启魔石的魔力 另一边,狗蛋担心大漂亮的生命安全 于是穿越到险恶的森林,来到了老巫婆的家里 在路上的时候,狗蛋顺手放走了被翠花关押的美人鱼 老巫婆说出了翠花的往事 并说只要找到火神,拿到他当年的眼泪钻石唤醒翠花的良知 一切都有挽回的余地 一开始火神说什么都不肯给狗蛋钻石 但是火神的妻子就是狗蛋顺手救下的美人鱼 在妻子的搓衣板威胁下,狗蛋拿到了眼泪钻石 在大漂亮灰芬烟灭的最后一秒救下了她 翠花看着自己当年的眼泪钻石 想起了当年夕阳下奔跑,善良单纯的自己 谁过去还不是一个小公主呢 愿你出走半生,未来仍是少年 你是怎么看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